可以變得很明亮 其實眼的底妝也很重要 首先我們可以選擇一個比較淺色的啡色 作為一個眼妝底妝的最先做馬底的眼影 底妝究竟是怎樣做法呢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會有一個眼窩位 你按下去不如試一下 在眼骨 看到嗎 我們有一個眼骨間 眼骨以下我們有一個眼窩 按到有一個骨 按到嗎 那個粒子進去的位置 我們就叫做眼窩位 我們可以首先跟我們的眼窩做一個輪郭線 什麼叫輪郭? 輪郭是說我們可以幫它做一個性 好 逢是做底妝我們想做一個粒子的感覺 我們用顏色通常都會用啡色 淺啡色 而那個淺啡色是應該不閃不靈的 就不等同於眼型 因為它只是用來做一個底妝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用一些五線不靈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用五線不靈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某程度上 你做了一個眼窩位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做眼窩那邊和沒有做眼窩那邊 大家的眼睛的立體金輪 的感覺有少少不同 可以打開一隻眼睛 應該在台下看上來的話 你應該看到 這隻眼睛應該比較粒 比較粒一點 我們首先要做一個這樣的感覺 我們可以做兩對眼睛 由於一會兒我們做的眼影色 會是一個啡色和一個眼窩色 所以我們一會兒做底妝的時候 都是一些比較深的眼色 我們就不需要把剛才我們做的眼窩 的眼色有一個改變 我們可以直接打乾淨在眼骨位上面 我們知道眼骨位在哪裏嗎 就是我們摸到凸出來的位置 我們可以把眼骨的位置做淺一點 用一個淺肉色的顏色去做眼龜色 我們就等到表面叫光影 你看到淺色的位置 三個位 就是這個位置 通常如果我們想做一個比較粒陷的感覺 其實最主要都是在眼骨以下這個位置 去到眼尾尖這個位置 靠內一個眉的三角形 我們先去做這個窩型 這樣就可以令到眼影的立體感 比較突出 我們首先用這個步驟 兩邊都是一樣這樣做 其實我想眼妝最重要的是 我們怎樣可以拿到一個平衡的眼妝 或者說兩邊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是平均的 這樣也挺重要的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會發覺在一場眼鏡 很多時候我們會發覺 在邊位裡 你會覺得好像為何要弄圈 好像有一塊一塊一塊色 不太暈 其實不用擔心 我們用少許的手指 把它分開就可以了 為何我們會看到 我們做了阿摩二位的三角位 我們將它放在裏面上 放在裏面上 然後我們可以再選擇一種我們喜歡的顏色 我們可以做少許放在裏面上 做blending 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看到有些不均勻的顏色 我們可以用少許淺的顏色把它均勻 散開它 剛才我們說過 深的顏色當中 我們怎樣都可以拿到一個淺的顏色 去點綴今年的顏色 其實我們可以在眼頭前面 我們可以加少許不同的顏色 譬如今季其中一個很流行的顏色 譬如是藍色 我們可以在頭上加少許 點綴它 其實這樣可以令到眼的形狀更加突出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一種你自己喜歡的藍色 或者是淺綠色也可以 沒有問題 但這些是旧行的 我們可以在眼頭上 我們可以在眼頭上 跟它 做少許的blending 不需要太多的 大概在我們的雙顏皮 刮高少許就可以了 我們的雙顏皮 下個位置 譬如有些女生說 我的雙顏皮不太濕 那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準備多一點位置 或高一點點 我們加了前色之後 其實一般來說 其實眼妝已經很夠濃 我們很開始就要打一個 好像一個分叉路 這樣跟它打 開上一點 慢慢沿著 向上飛上去 這樣的做法 大部分的眼型的人 都會 做到好像一個歐仔出來 是比較純滑的 慢慢的拖上去 一會兒我再說 一會兒我再說 好 上面那個眼影 譬如說 我們晚妝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塗下眼線的眼影 這樣說 一會兒我們去到那邊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說 怎樣塗下眼 對 今年接下來 例如說 怎樣配襯眼影妝 這個胭脂 今年其實都是比較流行 一些比較 紅得來的 比較 沉色一點點的胭脂 對 會說 純到邊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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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這樣 他們忘記了 我覺得原來 這樣我們再上唇膏的時候 其實可能 就會製造到 一種 雲醇的感覺 所以其實 橙色唇膏 我們要注意 就是說 當我們說 唇線去灰形狀的時候 我們原來是需要 用唇筆 去灰整個唇 才再加唇膏 原來這樣做 效果出來 會漂亮很多 還有記住 我們畫紅唇的時候 記住 我們要把上面 這個唇的唇那邊 跟下面這個唇的唇那邊 我們要製成它 要不然它買大口框的時候 就會斷開了 OK 我們可以和它 施成它